香港各界表示 美国国会涉港法案 罔顾事实颠倒是非 粗暴干涉中国内政 充分暴露了美国一些人 搞双重标准的虚伪嘴脸 以及妄图乱港制华的险恶用心 美方的错误做法 必将损害其自身利益 香港新民党认为 美国把属于香港高度自治范围的事物 纳入其监管范围的做法非常不恰当 香港新民党对此表示强烈反对 香港经济民生联盟表示 美国单方面破坏中美关系 也对美国在香港的贸易和投资 带来负面影响 动摇双边经贸合作的信心 同时为中美关系 中美经贸谈判增添阴霾 最终只会造成两败俱伤的局面 香港中华出入口商会发表声明说 美方这一法案的通过赤裸裸地显示了 美国对香港内部事务的粗暴干涉 应给予强烈谴责 香港是中国的特别行政区 基本法赋予香港独特的地位 一国两制的落实 确保了香港继续得以繁荣发展 民主自由程度 较港英时期更为进步 香港中华总商会会长蔡冠申表示 美国会通过相关法案 将严重影响香港和美国两地 互惠互利的合作关系 漠视一国两制在港成功有效落实的事实 势必影响两地交往 香港中华厂商联合会会长吴宏斌指出 相关涉港法案 不会为香港的民主发展带来好处 更将破坏港美经贸之间互惠互利的关系 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香港总会会长姚志胜表示 美方不但对暴行给香港带来的严重影响 致若罔文 更把暴行粉饰美化为追求人权民主 他指出 当前香港面临的根本不是所谓人权民主问题 而是要尽快止暴制乱维护法制恢复秩序 我们现在看到美国参议院的议员 公然地插手影响香港的事务 我觉得香港市民应该都是要很清晰地理解 他们背后的动机和目的 我明显看到 其实他们做的所有行为都是居心可测的 香港和我们来地的关系都是不可分割的 一直看到香港市民对内地对祖国的一种归属感 这种关系是任何人是摄护不了的 我们自己家里的事 怎么轮到美国佬来指手挖脚呢 美国现在想通过香港来搞我们大陆的发展 其实我们中国的发展是依靠和平的发展 是全国包括我们香港人 澳门人 我们一起努力的结果 其实美国佬想通过这个法案来破坏我们 其实这种阴谋是一定不可以得逞的 为什么这么说呢 其实他是霸权思想太过严重 他没想到如果是这样搞 其实对着美国企业是香港地区 所有的那些文化活动交流那些一定会受影响 之前我们也说香港地区的风波 现在看来确实外国势力出手 现在这个不是很好的一个政规吗 一个两种就是香港回归祖国22周年 就是一定去坚持这个原则是万泰 在这边